爱的选择您来了 叔叔 最后一句话 跟我在一起 我那肯定老有情趣了 对 生活是内容丰富多产 那他要是不好这个咋办 不适合我 我也不适合他 如果我跟他说美术馆 他问我管谁 那就糟了 我问了 咱们女嘉宾 有没有人 男嘉宾一说美术馆 你就问管谁的 我女嘉宾说了 我管你 我跟你的那个吧 有点差别 我喜欢唱歌 唱京剧 有 我感觉 这应该都是属于 连你那个书法 都属于国粹吧 对 国粹 其实我非常喜欢唱歌 就是唱得很难听 咱也感受到了 你这不为了你 你让他写书法 他也写不了 这位唱京剧 对 阿姨来 两嫂 风潇潇 我满满 我满满 我也跟你唱一段京剧怎么样 你不刚才嗓子不好使吗 你唱这样 没关系 我这是 哎呀我天哪 你你 我怕这个旁游嘉宾 小心 摩剪的泪 抢菜刀 我还在等 啊 抢抢菜呢 然后您就 阿姨 这段你会唱吗 只要你能说出来 我就能唱 喜欢什么 对我来说 都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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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财啊 我的手机非常广 你就说吧 你就算是你喜欢 摩剪的抢菜刀 它也能行 你的字写得非常好 特别好 你的小提琴拿得也非常好 就从那年人来讲 你拿得确实不错 给你点赞 我会爱跳舞 而且呢 我不知道你这方面 你介意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你跳什么舞啊 我跳国标舞 你会跳不 我会跳 你会跳 等会儿女嘉宾要上台的话 你俩能不能来两下子 我们来两下子 看我们来跳 我可以辅导你 你是很好为人师吗 因为刚才咱们女嘉宾 所说的这些 好为人师 这个要是重点一个角度 你讲这是一个包业 比如说是善良 你觉得这女嘉宾 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 是希望你教她 还是希望跟你展示一下 她自己会的才艺挺多 希望跟你俩出对象 让你关注她 你觉得这两条是哪一条 她是让我支持她跳舞 我告诉她 我不但能支持她跳舞 我还能辅导她跳舞 啊 好